一闪一闪亮晶晶 神的话语会发光 当神的话语一旦被解开的时候 就充满了力量和能力 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 开启我们的每一天 感谢主 好 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 加拉太书的二章 那我给的标题叫做 全程的福音 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 使我们因信耶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呼不是 这是在加拉太书二章的16B到17节 好 另外还选了21节 我不废掉神的恩 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保罗为了要捍卫 纯正的福音 在写信问候完加拉太教会之后 立刻开码 很凶哦 惊讶于加拉太各教会 在两到三年之内 就离开了因信称义 这乃是全纯的福音 而转而从了律法称义的老路子 保罗带着安提阿的教会的奉献 以及因恩典而未受割礼的门徒提多 一同前往了耶路撒冷 这招真是厉害 买一送一 毕竟谁会抵挡钱财呢 特别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 受到了极大的逼迫 又有饥荒 又保罗看到了彼得 非常的虚伪 原本跟外邦人 好好的一起吃饭 但是看到了从严 耶路撒冷前来的雅各一行人 便与巴拿巴不约而同的 离开了外邦人的饭桌 所以呢保罗看到 就立刻的斥责了他 认为他这样做 等于是走回了旧约 因行为称义 也让外邦信主的人 觉得自己信的好像不够保险 因而引诱他们想要靠律法来称义 若是行律法能够使人称义的话 神的恩典便因而飞掉了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也变成了枉然 福音的本质是恩典 在圣灵里的自由 保罗指出人称义 不是因为因行律法 乃是单单因信耶稣基督 得救是因着信心 不是因着行为 所以律法和割礼不能够叫我们称义 是信心叫我们称义 因此任何的增添减少 都不合乎福音的原则 那我们接下来用以下的提问来开始看 问题一 第一个有什么诫命呢 当然就是因信称义 第二个有什么要避免的罪 在纯正的福音中增添或者是减少 第三个有什么应许呢 真理叫我们得到了自由 带领我们进入成圣 我们靠着圣灵来行事 所以我们不用讨人的欢喜 单单的讨神的喜欢就可以了 就好像保罗一样 全然伟神 神托付我们的自由福音 第四个 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我思考了一下 在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压力之下 我会不敢或者是羞于承认耶稣 好像是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因为公公婆婆对这信仰的反对 所以我和女儿们 每次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特别的别扭 只能够低头默默的做谢饭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有智慧有策略的 来让我的婆婆 先从她开始 因为她的心非常的柔软 然后进而能够让这样子的福音 进到我公公婆婆的生命的当中 改变他们 谢谢神 好 第五个 对于神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神是爱我 为我舍己 唯有真理能够让我们得到救赎的自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为我们死在了十架上 你的爱使我们称义 并无别的可以使我们得救 这真是莫大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 也能够持守真理 不再增添什么 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 刚强勇敢的心 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除去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惧怕 让我们不假装 能够与人坦诚相交 活吃真实无伪的信仰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